日期排下來對男女到私人神壇 其中女子一度進到屋內拜拜 剩下男子跟屋主兩人在屋外對話 但沒多久男子的手開始不安分 在屋主脖子附近徘徊 接著看到他順速把手放口袋 才知道原來遇賊了 假借關心名義在路上搭訕 路邊散步的屋主張先生 期間還請他喝啤酒 沒想到動機根本不單純 早就鎖定了屋主脖子上 又粗又大條的鏡像鏈 吃飯在高雄林園 二十號晚間九點多 張先生因為心情不好 在住家附近散步 結果被鴛鴦大道丁上了 46歲正姓男子跟39歲的蔡姓女友 得知對方是雞身 先灌對方啤酒 撿人沒罪竟然假見問世 趁對方起雞的時候下手 把張先生重達一兩半結婚的金項鍊 給摸走了損失十五萬元 隔天發現後還一度打給對方 比較讓女子看到監視器畫面 開始裝殺 他本來就是從九點多我們打電話給他 然後到下午一點多左右 他才到這裡 他要看監視器畫面我們就給他看 然後看一看他就在那邊裝脫賣傻 所以一直說他沒有啦 他不清楚 他們只是男女朋友的狀態 把罪全推給拿走項鍊的男友 聲稱自己都不知情 但監視器拍下畫面 兩人似乎一答一唱 一個負責擋住家人釋現 一個負責刑切 現在屋主已經報警 警方通知兩人到案說明 將依照切到罪嫌來法辦